Hello 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情侣问答QNA 咱们赶紧速度开始 我给你们看一下有多少问题 真的不可能全部回答 我真的我没有办法全部回答 你们真的好奇心非常的重 这太多了 真的太重了 我们一共回答20个吧 1023个问题 我们回答刚好 回答23个 太夸张了姐妹们 你们太爱我们了 对此表示感谢 表示感谢 第一个问题 多久同居 多久为爱鼓掌 应该就是 一周吧 一周 为爱鼓掌 一天 一天 这是真的 没有没有没有 事实 不是事实 那是啥 因为我们认识了很久 认识了很久 然后为爱鼓掌了才在一起的 对 咱咱 然后我们怎么认识的 就是因为打游戏 因为我特别爱打游戏 然后当时呢 我跟你们说 就是我当时算是倒追他吧 我当时觉得他长得还 人模人样的啊 然后呢 他是我学弟嘛 我就我们一起打游戏 我觉得他玩的还可以 所以说我就经常约他打游戏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 后来他来我家之后 我们俩不是就 嗯啊 为爱鼓掌吗 我那天我就后悔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我第一次见一个男生 有那么长的腿毛 把他腿架上给大家看一下 我真的接触不了 一个男的有这么多腿毛 真的接受不了 但是现在这个腿毛 你发现他简直是宝大 盖子到他的点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他全身上架每一个点 都非常的可爱 你看 也可以用脱毛衣也可以用 他说试用产品的时候 简直是宝藏之腿 刚开始在一起之后 后悔的不行 现在习惯了没办 就只能这样了 该说都告诉你们了 秘密的都是啊 还有就是什么时候结婚 你说 明年 不可能 我不想跟他结婚 嗯 我现在就是暂时不想结婚 想先挣钱再说啊 伤心吗 不伤心 为什么 如何保持恋爱的新鲜感 说说 如何保持 应该这个事情是你在做吧 没有啊 我觉得是你啊 那我怎么保持新鲜感了 我没有啊 因为我做什么东西 你都会很开心 然后你就会给我一种 就是那种 让我自己很有成就感 然后我就会一直有 一直弄 一直弄啥 你太捧场了 你知道吗 其实表面上 你是那个 我是捧哥 你是逗哥 但其实是我是逗哥 你是捧哥 你太给面子了 就是你做什么 我都会开心 很开心 对 但确实是很开心啊 让我 对啊 然后我更有兴趣 就做下去 不然谁会演个啥子呢 那你这个就是演的 对啊 为了让你开心 我可以演一辈子这样 为了让你开心 我可以演一辈子这样 啊 啊 啊 吐了 你们为对方做过最感动的事是什么 你先说你的吧 为你做过最感动的事 应该是我觉得最感动的吧 还有你觉得最感动的 你先说吧 没有 啥意思 没有 啥 我觉得没有 什么意思 什么没有 最感动 可以努力工作吧 让我感动 有一天就是你 你告诉我你早睡 那天我想不到你会早睡 然后就很感动 就很开心 当初在家里流泪 他说我做最感动的事就是 用学费给我买了一个手链吧 但是我一次都没带过 然后准备卖了 现在 但是手链你赶紧给我 我待会就给我妈带翻 你们俩之间的相处模式 什么叫相处模式 就是我们平时怎么相处的 平常就是这样相处的 怎样相处 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 就是这种模式 因为每个人相处的模式 都不一样 这个没有一个确切答 你们看我们视频 你们就知道我们是怎么相处的了 是吧 亲妹们 你们问的问题都差不多 这个你们是一起工作吗 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随理啊 到现在为止 只在西米这直播买过东西呢 这是一个 名字解像他说的 所以我们刚开始是做淘宝直播嘛 那个时候呢 我们俩就是两个人相当于一起创业 然后我负责直播卖货 他负责那个包货当客服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生活可能比较拮据吧 后来开始做短视频了之后 因为我的这个过人的天赋 导致我火了有了大家的喜欢 之后一段时间呢 就是他工作他的 我工作我的 现在呢 他变成我们这个项目的经理 就算是我的老板吧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们是工作关系 合作关系 全都是问啥时候结婚的 操死了吧 你们就操心操死了 你们吵架了怎么处理 好 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你们吵架怎么处理 吵架是不是道歉的 然后呢 赔钱 先道歉 道歉的话 尽量不要让自己损失钱财 但如果对方一定需要钱的话 也就转 吵架 我转过最多的一次钱 是多少钱 2万多 嗯 什么样 每次是我们俩吵架 基本上都是 我到现在给你转了不下十来万的 就吵架转了这天 因为什么样是一个很coder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也不能说是coder 就是节俭吧 不是 其实他不会承认他自己错的 你要他给你给钱的话 他心里就会很难受 因为你跟他吵架了之后 你已经很难受了 但是呢 他就是嬉皮笑脸的给你道歉 他根本就意识不到 他自己错在哪 所以说你只能让他赔钱 因为赔钱就是让他最难受的一件事 所以说呢 我都会让他赔钱 知道吧 就这么简单 你从来没有意识过自己的错误 你一直觉得自己是对的 之前咱们 我发了个小号 大家都知道的 就直男 真的就是直男 直到你根本就没办法跟他沟通 你知道吗 看他平时都我欺负他 其实真的是在他在欺负我 你们俩一直都是嘟嘟唇吗 是的 我是嘟嘟唇 我不是 我是后嘴唇 他是嘟嘟唇 你不是后嘴唇 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的嘴巴呢 你们一定要 我交给你们如何呢 他的嘴巴到大 极致的可爱 首先呢 你要用你的两个手 把他的脸给他提起来 然后 开始这样 你看 那这样子之后呢 他里面的嘴就会翻出来 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达到了一种极致的可爱 你看 是不是极致的可爱 就特别想让人咬一口 其实你的嘴以前不是这么多 就是被我咬的 是 鸡米姐姐和小石哥哥 谁吃饭吃的多 那肯定是他吃饭吃的多 我以前不觉得什么样特别能吃 就是我跟他 还有我助理 我们三个人去吃那个地锅鸡 每一次吃呢 基本上都吃的 什么都没了 你知不知道 吃光 后来我跟他吵架了之后呢 我就是跟我 我助理 还有我爸 我们三个人去吃地锅鸡 吃完了之后发现 还有一大锅 就跟动都没动那种 你知道吧 去了好几次 三个人 四个人都吃不完 那一份地锅鸡 我才知道原来能吃的是什么样 他所以说特别能吃 西米在遭遇低谷或者是骂骂的时候 是怎么度过那大时期的 我知道 因为你有每次有开心快的心理辅导老师 就是你是吗 对 就是什么要在我这个工作的路程中吧 我们俩之所以能走这么长时间呢 就是因为他特别特别会开导人 所以说导致我现在啊 无论有任何问题 我都会第一时间去问他 然后呢 他就会给到我一些心理辅导啊 给到我一些答案 然后我心理会舒服很多 我就是靠他的一些语言来度过这些低谷期的 就是你身边有一个愿意开导你的人 这一件事非常重要啊 什么时候发现小时像剥尿酸压的 就是之前我很喜欢捏他的脸嘛 因为我小时候就有一个癖好 就是喜欢捏着我妈妈的脸睡觉 所以说呢 我就特别喜欢捏他的脸 后来有一天他坐在那儿就这样子 就这样嘟着嘴 是吧 也算捏我捏呢 捏哦 注意他捏 因为他L和N不分 捏多了会扭口水 就是那种特别可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发现他嘴嘟嘟的特别可爱 大概是三年前吧 他的嘴就变成了我一个蜂蜂的玩具 我看着他的嘴 我就特别特别的想玩一下 你知道吗 真的因为他嘴真的太厚了 然后呢 是在一起多久才好意思敞开发屁的 差不多应该也就是个三个月吧 我觉得差不多有 你老曾第三天就放屁了 整理你用不到 你没问到吧 那屁肯定要放的敞开放屁 当时面放屁 我没有 我三个月我都可以把屁对着你脸上放了 具体什么时间真的是记不得了啊 在一起几年了 我们经历的最大困难是啥 在一起几年了 四年 四年经历的最大困难是啥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困难 就是让我们就熬不下去那种感觉 从来都没有过 我们一直都是挺好的 就算吵架了 就是那种正常的吵架 没有说什么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吵架 就是没有经历过什么 所以说我们才会这样开心快乐吧 我觉得 小时是怎么变得如此卑微的 这个好 这个是怎么变得如此卑微的 就一直都很卑微啊 那为什么一开始是我逗追了你 然后卑微会你卑微呢 那就是您的功力挺深厚的 那你继续说 说啥 到底是怎么变得卑微的 我自己都没搞得明白 这东西没有什么卑微的 这都不是卑微 我只是习惯了这种相处方式 你并不觉得自己卑微的吗 对啊 我反正觉得很开心 小时到底会不会生气 怎样他会生气 脾气太好了 西米你是怎么把小时吃得死死的啊 好好奇啊 我会生气啊 你怎么样呢 会生气啊 不是药 不是药 不喝水 不喝水 不穿意吗 不穿意 我服了真的 然后啦 花钱 你要说他这样把你的真生气啊 你们这些都是真生气 真生气 这些真的都是真生气 就是这些特别真生气 是真实的生气 你知道吗 或者不工作 就不工作 不录视频啊 他都会生气 就是他让我做的是吧 我没有一件事想做的 比如说喝水啊 穿袜子 录视频啊 就是这种 睡觉 对啊 睡觉啊 早睡 都我都不想 因为我最爱就是打游戏嘛 老许们 早起 气人之争 我重要还是扫地机器人重要 这种为什么要跟扫地机器人比 对吧 那谁重要 问你呢 那肯定是你重要呀 扫地机器人他是送的 扫地机器人是什么送的 送的 未贴送的 买的不一定 希望对方改掉的缺点 那你也不是问我 我们互相啊 希望改掉的缺点 希望我改掉的缺点 那你这时间就不够录了 你说 大概举下几个快点 就是第一个自律 自律啊 然后呢 对着很多人那个没有了 就是自律 自律可以干很多事 比如说喝水睡觉花钱 穿衣服都是自律是吧 我就是希望石墨洋呢 希望他改掉的缺点就是 少管我一点嘛 就这样 咱们俩刚好跟对方对着了啊 小石博士最爱我哪个点 Cute Cute 我Cute还是你Cute 差不多 你就只喜欢我可爱吗 对啊 就这么多年来支撑你 跟我在一起的动力就是我可爱 对 因为可爱会创造很多更可爱的东西 就是每天的新鲜感 就是你太捧场了 就是比如说我逗你开心 你开心 我认你生气 你也生气 哎呦 我服了 真的 这也算 太捧场了 我都不知道哪来这么好的观众 你知道吗 人生在世 一定需要有一个能懂你的 当你的观众的人 听众的人 哦 原来是这样的 我现在真的懂了 就你让我生气 我就是会生气 你逗我开心 我就会开心 对啊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超捧场呢 气死我了 然后石木扬多久买一次衣服 你们看一下他穿的衣服吗 你见不他换过吗 这个不是19 29 我一个月可以买三到四次衣服 但只是同一件而已 但是不超过200 小石是不是私底下超级可爱的那种 感觉比你更可爱 对 因为就是很多人 我的很多朋友 也在关注我的小号码 然后他们就觉得石木扬很可爱 但是他们会觉得 石木扬这个可爱 是不是我创造出来的一种人设 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喜欢我 我觉得就完完全全不是这样子 因为他日常就是这样子 很多东西 你如果去刻意了 你知道吗 比如说创造一些什么东西 他就不可爱了 但他日常他就是这样子的 他就日常就能让我很开心很快乐 所以说我就把这种开乐 比如说那天喝完酒大家都知道 对啊 同时带给大家 大家又会觉得他很快乐 像我身边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也是一些博主 以前大家就是只是朋友 他们也跟石木扬不熟 然后那天我过生日的时候 大家就来我们家里做客 那天就喝多了 喝多了之后 他就超高笑 导致我身边的那些朋友 只要我一出门 一定要叫石木扬 就是因为他太可爱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他是这样把你的 很可爱很搞笑 冷战怎么办啊 我们从来不冷战 就直接道歉 对 基本上他就会给我道歉 他每天都是给我发 十几二条消息 我不回 买东西观点不一样咋办 偷着买 我基本上都是偷着买 小时为啥总惹西米生气 啊 来 你来来来 回答一下 小时为什么总惹西米生气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 真的为什么总惹我生气 不是惹他生气 就是我是想逗他开心 就是他开心之后 我再故意逗他一下 就是我太喜欢跟他互动了 因为他这个人太捧场了 你知道吗 我可以逗 我说一句话 我就猜到他会开心 他说他一句话 他会尴尬 再说他一句话 他会生气 我每一句话我都知道 因为他太捧场了 我想实验一下 就是我人太无聊了 你知道吗 我就会逗别人 所以说我为什么让他赔我钱呢 就是每次吵玩家赔钱 就是因为他是故意在让我生气 所以说呢 我就让他赔钱 让他记住这个点 他永远记不住 他永远都在故意让我生气 他可能就是钱多吧 对吧 不是 我努力奋斗 就是为了给你赔钱 小时为啥天天这么快乐 为啥 不是天天这么快乐 只是给你们看到我的时候 我快乐的一面 那你平时有不快乐的时候吗 我平常没有不快乐的时候 就是有无聊的时候 我觉得石沐阳的快乐 是因为他没有社交圈 他没有朋友 所以说呢 就不会因为一些事 让他变得不快乐 对吧 不是啊 我有社交圈也有朋友 只要骗人 真的有 你说实话 真的你没有 每次发朋友就有很多人点赞 很多人点赞 小时是干什么工作的 来 你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工作呢 就是创造很多像西米亚工作的 一边 就是属于这种幕后的人 就是网红公司的网红公司的经理 如何规划谈恋爱和婚姻的 说实话你是咋规划的 你有没有规划过 规划过 你说实话你真的 你是想跟我结婚吗 想啥 你对不定头发 想啥 我觉得是假的 为什么 那你说出来 跟那个婚姻官说出来 婚姻官的话就是 今年你买的房 明年我买的房 然后呢 结婚了呀 买房这个东西是很关键的 就是要有稳定的物质基础 才能结婚 不然的话 谁想这么好的 每天一个物质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对吧 什么叫这么好的恋 我跟你脸都不好 好 刚好有个问题 怎么才可以一直都关系这么好 我觉得是 你太赏脸了 那就是都是我的功劳 对 你说什么东西 我倒不赏脸 因为我老 对啊 所以说我就会生气 你是故意不赏脸 我不是不故意不赏脸 所以我有时候赏不出来 那个欣赏不了 啥 比如说我说啥 你欣赏不了 说我听听 就有些我不能不太理解 然后用我的思维 很难理解 没有 我说假如假如 如果有什么一件事情 就会这样 心里对小事这么凶 小事怎么还不离不弃 就是他的凶 都是在我的可供范围 我的预见料的 就是他是正常发生的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现在这些生气 我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那么开心 我真的干啥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也不知道 小事怎么自己怪 我都要穿我自己 你为什么就喜欢让人家生气 我是那种 可能就像你们说 我没什么社交圈 假如一个人经常理我的话 我会很开心 就比如说 你不是说你有好多朋友吗 我就是没有这样 每天就是该捧我的朋友 是什么时候比较强 工作 工作的时候确实 你们俩的钱是怎么花的 我跟你们这样说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 刚两年的时候 前两年的时候 我们钱是放在一起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创业 所以说钱放在一起 基本上都是用这些钱 给我买东西 他也是很节省的那种 可能是 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奠定了 他节省的基础 后来我们俩不是就各干各的吗 然后我们就把当时的那笔钱 三七分 我其他三 分给了对方之后 我们就各赚各的钱 就各花各的 但是各花各的 他也是会管我钱的 后来在我的言令禁止下 他就不会再管我的钱了 但是他还是会每天盯住我的宿情 你要攒钱 你一定要攒钱 他的钱是怎么花的 就是不花钱 我觉得他就不花钱 他就买辆车 买辆车 华下 平时的话你看就是这样子 真的太朴素了 他就是我叫最朴素的男的 做双眼皮的经历 我专门录过一个视频 你往前翻了 在我的大号视频 你搜双眼皮就能搜到 情侣之间怎么逐渐平衡好 谁买单 就是我跟你说 算得很清楚 我们俩 但是你先让我说的 这个因为我太有发言权 就是我们平衡谁买单 比如说我们去玩个剧本 我不光要买他的单 而且如果假如我是凶手 没有告诉他的话 我还得赔钱 我会想一千万万让他买单 然后他不会拒绝我 因为我会生气 我一生气 他就肯定要买单 但是你们肯定会觉得 实际上我买过那么多东西 大包小包的 我也给你买过 对吧 你笑啥 买过什么 你说一下 买过Dior的包是给我买的 对 还给你买过一个手机 买过两件衣服 三件 四件 贵的 贵的衣服 对 便宜的衣服咱们都不算了 这样算下来 你一年给我买的一件东西呢 会分手吗 这个问题 我给大家 这辈子会跟我分手吗 不会 但是我会 没关系 反正我不跟你分手 就行 日常花销房租啥的 怎么分配 房租我们俩是 以前住在一起的时候 是一年一半 现在我们俩是分开住的 就是一人一半是这样的 就是假如有十个房间 它是在九个半之后 就是我还不能用用衣柜 对 它不能用衣柜 就是这样子 比如之前我们这个房子 是四房两厅 只有一张床是它的 不是那张床的话 就是你还要睡到 我那一半 只有那张床 只要睡床中间 真的假的 所有房间的 所有能用的地方 都是我的 因为我东西很多 我是博主的 然后衣柜的话 他不准用 因为我的衣服放不下 所以说 能让他自己花钱 花二百块 他买个衣架子 放在阳台的那个地方 然后他衣服因为很爽很爽 所以说 那就全部给他挂在 他那个衣架子上 然后呢 他的所有的裤子啊 袜子啊 都是不能放在衣柜里的 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那种收纳盒 放在收纳盒里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一人一半 石苗为个钟情于 做一只粉嫩小猪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 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已经 就是已经习惯性的 把自己当成猪啊 鸭啊 这是猪什么 不是 是因为你们太捧场了 因为我把我自己 当成猪和小鸭的时候 你就会很开心 我会很开心 对 你会很开心的话 我为什么 不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就是想让我开心呗 就让你开心 就是我让你开心的 嗯 你开心的 然后反过来是对我的认可 所以说你 你也会开心 嗯 所以然后我要生气了 也是对你的认可 你也会开心 因为你是我惹生气的 嗯 我也开心 如果我被别人惹生气了 你被别人惹生气的话 我会想办法 先把你哄开心之后 再惹你生气 这是真的 我觉得你们看这些视频 就差不多知道 我俩是什么相处的了 真的 就是这样子 非常简单的相处方式 主要是有一个 他不正常 你知道吗 就不是正常人干的事 我们俩什么星座 我是狮子 他是双鱼 就是我狮子座 是这样 把你特别符合 狮子座的那个性格 因为很霸道 特别霸道一个人 他双鱼座 我是真的 我从来都没有了解过他 我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 就是把他的生日 当做是一个节日 我只是把我自己的生日 还有各种节日 当做是我的节日 因为可以收礼物 因为可以收礼物 但是我很喜欢生日 因为生日可以抵消一次礼物 我直接给你抵过 但是你抵的不是我生日的礼物 抵的是一个节日的礼物 对 你哪这么惨 大家现在看你 肯定都可怜死了 我真的希望你能生好多次 有好多生日 可以抵好多节 小时如此卑微 他会不会心理不平衡 而引发吵架 这都是你们想的 我并不觉得我卑微 我甚至还觉得 我自己挺那个的 地位挺高的 你看到的 就是觉得他好像很卑微 但实际上 都是我比较听他的话 在做大的决定上 你们看什么要看上去 平时都是他比较厉害 其实他这个人 是闷着 尿坏的那种 但是我呢 我是那种特别直的人 就是有什么东西 我就直接表现出来 有什么情绪啊 什么想法啊 就直接表现出来 所以说我特别容易被人看透 但是他是那种 一般人看不透他 就是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这种人呢 其实更往往在无意之中 就掌控了你 其实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这种人呢 就是比较吃亏去社会上 所以说还是 平时大家日常 无论干啥事 都得留个心眼 真的 这是我爸这么说的 这是真理 你笑啥 你爸妈也说 我是很单纯的一个 你很单纯 对啊 但是一家里面 不可能有两个单纯的人 那你找被外面人骗了 对啊 就是我单纯 他就心机很重 但是你 我不是心机重 我是聪明 好吧 但是聪明 不知道 我不知道 谁知道你做了什么 对吧 谁也不知道 不留意了 什么样最让你心动的瞬间是什么时候 就是他可爱的时候 他可爱的时候 我看着他 就是觉得我就会这样子觉得 我就 然后就这样子咬一口他的嘴巴 西米的照片里 有没有你最想吐槽的 请吐槽 吐槽吗 有视频 有视频 有之前那个 看完一一一给他玩的 是真的 你最烦的 我不想跟你说这个 是不是真的 我记得还 当时还搞个粉色的背景 好土 你说谁土呢 有那个视频土 想知道你们互相给对方备注的故事 我现在给他备注是舔牙 是因为他特别的 因为他如果生气 所以说他就是我的一个舔狗 我觉得他特别舔 然后我就一个粉丝就说 他不是应该叫舔牙吗 因为他很像玻尿酸牙 所以说他的背着就是舔牙 你给我的是啥 福祝 为什么 你长得好像那个 那个局中妖精里面的那个 什么要啥时候像可爱的西米求婚呢 等我能赚到钱之后 等我拿了一个 那个 看镜头 他要他要一个十万块钱的钻截 而且还有 顺其是布置的场景 不是在那个 一个普通的场地 这是一个很好的场地 如果做的不好 不仅钱买花 而且还骂 还拒着你 能在抖音下记录 你们幸福的时刻吗 我也很想记录 但是他老是不配合 你看那个锅子 简直是一口大嗨锅子 这些眼前也很想 因为他一对镜头 他就有一点点一丢丢的拘束 有一丢丢的拘束 自己做过最浪漫的事 好像我们俩干的事 都跟浪漫瞅上边 就是我们情人节 可能不会去吃饭 就搞两碗游戏去了 对我们可能会打游戏 就是我们完完全全 不会发那种肉麻的话 之前没有肉麻的事 所以说更谈不上浪漫 你知道吗 你们看完这些视频 基本上就能大致知道 我们俩平时的相处 所以如果想知道更多 什么样可爱的后续 就是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小号 如果我真的有机会 能录抖音 我也想火一把 不是谁不想在抖音上 火一把 咱们段子手 谁不想呢 我不想 我想 你得配合我 所以说 如果说我真的录段子了的话 会火了的话 大家自然就能在抖音上刷到我们了 好吧 那今天的Q&A就到这结束吧 大家如果还想看 我跟什么样的日常Vlog的话 我会多录的 日常比Q&A更